相约2022拖起未来之星移动冰场进校园活动今天在潮阳体育馆正式启动 此项活动由北京市潮阳区政府联合潮阳区体育局教育委员会 共青团潮阳区委员会共同发起 潮体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力协伴 冬奥明星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张丹和来自潮阳实验小学和潮阳师范附属小学的小同学们一起滑上了移动冰场 感受冰雪六一的欢乐 随着冰雪进校园活动的正式启动 潮阳区将在全区中小学中大力开展冬季奥林匹克相关知识和冰雪运动项目的宣传 促进校园冰雪运动的开展 通过各种形式让学生了解冰雪运动的基本常识 掌握基本规则 感受冰雪运动魅力 根据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2022年 北京将扩大冰雪运动人口规模 使参与冰雪运动人口达到800万 冬奥会、观赛礼仪和冰雪运动知识进校园覆盖率达到100% 同时建设100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培养5000名冰雪运动校园辅导员 冰场进校园活动期间 长阳区将在中小学校中推动可拆装式移动冰场的建设 帮助学校开展冰雪运动 导入国际知名冰球学校教学资源 制定专业教学方案 伴随移动冰场的普及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长阳区将通过开展冰场进校园活动 深化体教联动机制 全面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工作 吸引更多孩子走上冰场 雪道 迎接冬奥会 我个人觉得朝阳区能把现在的这种冰雪运动推广到学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先知的一个决定 因为这种访真冰对于学校或者对大众来说非常方便 因为它不像真冰需要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大的场地 而且花样滑冰或者是说冰上项目来说 其实最好的普及知识就是要从小孩儿子开始 放进校园 放进校园 很多的小孩儿为上升去了解花样滑冰 了解上升滑冰 对于服务的冰雪知识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应该说呢 移动冰场进校园的意义呢 我感觉呢 还是比较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应该说北京的冰场自然比较多 特别我们长阳区呢 在全市的冰场 保护量应该我们有八个冰 应该说应该全市比较的还是比较多 但是呢 真正能够上冰场去体验滑冰的乐趣 或者享受冰给青少年带来的快乐 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那么我们通过这次移动冰场进校园的活动 能让我们长阳区最大量的青少年 能够先感知冰场运动的特点 到底这冰场运动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乐趣 能给人带来哪一方面的享受 或者能够给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宣泄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那么通过这样的冰雪 移动冰场进校园 让更多的孩子先去了解冰 进而去喜欢 进而去真正的能够把这个冰 这个地方用开展去 请看哪些冰雪 请看哪些冰雪 这第一 Excellent Wor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